好 我们开始讲新课 这一堂课我们叫Two-Port Network 二端口网络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内容 这个抽象内容我们尽可能把它讲的 跟大家以前的知识点和以后的学的内容相连接起来 我们这一讲分成两大块 这两大块是互相相反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就是根据电路求二端口的参数 就是分析二端口网络的参数和方程 另外一件事是一个反过来的过程 我已经告诉你了一堆方程 你给我构造出一个电路及其参数出来 这是两个相反的过程 我们对第一部分讲的比较多一点 第二部分讲的比较少一点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有时候第二部分还是特别的有用 那么这个跟上次一样 上次我们讲OpenApp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说是为什么你要讲这段 为什么要讲二端口呢 我们是基于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学习这门课程 掌握的其中之一的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们一块一块来说 首先在电磁学里面 我们感兴趣的是电磁场的四个量 我们在这里写出了最核心的两个量 分别是电场强度 磁感强度 异合弊 我们通过很多手段 大家在电磁学里面通过积分的手段 以后再学电磁场 可能通过微分的手段 那么可以算得出来 空间中任何一点随着时间变化的所有常量 全部都算出来 非常美妙的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事情 那么但是有时候这个东西计算是很耗时间的 而且我们也未必对所有点的所有常量都感兴趣 我们提出了电路元件模型 那么如果说提出了电路元件模型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一些东西 我们对元件内部的那些常量不感兴趣了 那么我们只对元件接线端的一些量感兴趣 而且这些量已经不再是常量了 已经我们把它集总化了 集总为接线端的量 比如说就是接线端的电压和电流 我们只对这个感兴趣 那么我们用这些元件构成了一些功能子电路 比如说就是我们上堂课给大家举了七个例子 比如说负电阻 反向比例放大器 加法器 减法器 这些东西 我们用几个 最多十个元件就可以构成这种功能子电路 构成了功能子电路以后 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 就不会再对内部的电压电流感兴趣 你用一个反向比例放大器 人家也给你做好的 告诉你这个东西我已经测试完成了 你还会对里面那个运酸放大器 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感兴趣吗 你根本就不会管它 OK 有了这么一个东西以后 我们可能把若干个功能子电路 拼接成一块板卡 那么比如说一块板卡上 可能有电源模块 可能有滤波模块 可能有放大模块 可能有输出模块 若干个模块拼接在一块构成板卡 我们使用这个板卡的时候 只对这个板卡的对外接线感兴趣 比如说对于你的计算机里面 你一定会有一个显示卡 如果说是集成 咱就不说了 如果不是集成 一定会有一个显示卡 这个显示卡 它与主板相连的 我们叫金手指的那一条 那个金属接触的那个带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只对这个接口上的电压电流感兴趣 那么你使用了板卡 比如说构成了一个计算机以后 你就不再会 你在使用过程中 你怎么会关心计算机里面 那个板卡的情况 你只会关心计算机接口上 比如说它的串口上 并口上 它的USB口上的电压电流关系 你只会对这个感兴趣 而一旦你更进一步来做了 你把若干的计算机 用网络方式连接起来 构成一个internet以后 你更concern internet上面的信息流的传送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关心里面板卡 或者任何一个计算机上面 电压电流 你关心的是 电压电流所表征的信息 所以我说什么呢 转了这么大一圈以后 就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抽象的力量 就是有了这个抽象以后 就使得我们能够把已经知道 已经知道这个关系 已经研究的很透彻的关系的这种东西 把它逐步的像积木块一样叠加起来 构成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这些复杂的系统 分析它的时候 你分析internet上 你下载那个电流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关心里面那个CPU里面的电磁场过程 你不会关心 所以抽象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二端口网络这一讲 是关于抽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step 就是从一堆具体的电路抽象成为一个抽象的网络 那么抽象出来的这个网络可以进行各种连接 以构成更为复杂的电路 这是第一个抽象 第二件事情 随着我们这堂课的讲授 大家就可以发现 我说了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 二端口网络可以用来构成更为复杂的电路 但是你就会发现 分析二端口网络所用到的那几招 还是这几招 还是我们在第二讲 讲的这几招 只要你掌握了KC 只要你掌握了KV 只要你掌握了元金耶稣 这三条你只要弄得拱瓜烂熟 分析二端口网络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把二端口网络搁在这 作为一个电路基本分析的练习 练习性质是很强的 我们等会儿会看到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讲 第一个就是定义 在定义二端口网络之前 我们得先说说二端网络 叫two terminal network 刚才我们说是叫two port network two terminal network是指的什么 就是如果说有这么一个网络 这个网络对外的接线端只有两个的话 只有两个的话 那么这种network 我们管它叫two terminal network 那么除了把这个东西进行 更为拓展一下 就是说除了两个接线端之外 有的时候会有四个接线端 研究 尤其是在研究信号能量的传输 或者说信号的变换的时候 经常碰到这种形式 这个意思大概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能量 从这端或者信号 从这端进去 经过这些东西的处理 传到那端去了 这是一个传输的过程 一般来讲 我们用从左往右 表征能量或者信号的方向 那么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 不含独立圆的 这种有四个terminals的这么一个电路 我们管这个叫四端网络 那么举几个典型的这个例子 这几个例子 我们以后都会遇到 这个滤波器电路 是会在后半个学期来遇到 这个可能下下周 我们就会讲到 这个也是在后半学期遇到 这个虽然不是我们这学期 讲授的内容 但是如果大家翻翻 其他的电路书里面 也会有所涉及 所有这些电路 都是我们电路原理里面的 这些常见的电路 这些电路都可以看成是 这个四端网络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信号的输入 通过滤波以后 这就是信号的输出 这个地方就是被放大信号的输入 这个地方就是放大以后的输出 当然实际的放大电路会比这个复杂 这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 这个地方就是待变换的电压 这个地方是变换以后的电压等等 那么说了 不含独立圆的一个 Full Terminal Network 我们在这讲里面 只讨论这个线性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 这一段在第二讲的时候讨论过 它可以在某个工作区段 看成是一个压控电流源 而且我们也进一步讨论过 这个压控电流源的控制关系 它不是线性的 它不是随着你这个UGS的线性增加 这个IDS是线性增加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目前先不管它 讨论那些线性电路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Port的概念 Port的概念就是什么呢 由一对端钮 这个端钮就是我们的terminal 是一个意思 由一对接线来构成 满足如下条件 从一个端钮流进去的电流 等于从另一个流出来的电流 对于它这个东西来讲 如果说对于一个 2 Terminal Network来讲 这是很显然的 因为我们知道有广义的KCL 在这个地方圈一个圈 用广义的KCL圈一个圈 很显然流入它的 等于流出它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我们管这个条件呢 叫做端口条件 那么这个二端口呢 就是有两 它很显然就是有两个terminal 构成的一个网络 两个Port构成的网络 这个提出的人呢 Brizig呢 他是这个柏林工业大学的一个教授 柏林工业大学 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世界 有名的大学 那么这个定义是这样的 就是说啊 首先它是一个四端网络 这个Full Terminal Network 那么这四端网络 如果说有两个界限端 能够构成一个二端口 另外能够构成一个端口 另外两个界限端 能够构成另一个端口的话 我这个前提是 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实现的 就是如果说有两个 能够构成一个端口 另两个能够构成另一个端口 端口当然就是条件了 就是有满足端口条件 就是说构成一个端口的 这两个界限端 满足流进去的 等于流出来的 另一个都要满足 流进去的等于流出来的 如果说你能够找到这两个端对的话 那么这个就可以构成一个二端口网络 当然很显然它不是四端网络 你不是说任何拿出四个界限端 都能够随便挑出两个来 这个从这流进去等于这个流出来 从这流进去等于这个流出来 这是不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它就不能实现了 那么在继续进行之前 说一说这个参考方向 在我们这个本讲讨论里面 在第一个端口总是上针下腹流进去 第二个端口总是上针下腹 从这流进去 这是我们讨论电压电流的参考方向 我们来举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左边有一个网络 右边有一个网络 这两个网络之间只通过一个 只通过一个四端网络进行连接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很显然对于这个来讲 我们用一个KCL 就知道这个I1一定等于这个I1 这是没问题的 肯定是流进去等于 对于它来讲 对于它来讲用一个KCL 也很显然这个I2等于这个I2 这个没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虚线的这个框 它当然这两个是构成一个端口 这两个构成一个端口 它是一个四端网络 它同时也是一个二端口网络 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讨论另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就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两个网络之间 除了这个四端网络之外 又连了一个电阻 又连了一个电阻 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讲 对于这两个网络来说 这个一点的这个电位 或者说节点电压 和这个二点的这个电位 或者说节点电压 一般来讲是不一样 当然你可以传出一样的这种特例 但是一般来讲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这两点的这个 节点电压是不一样的话 那么一般来讲 这个I是不等于零的 它一定会有一个电流流过 我们看一看 就是说除了这个网络之外 在两个网络之间又连了一个电阻 又连了一个之路以后 原来这个网络还能够继续成其为二端口网络吗 有摇头的 为什么摇头 成其为二端口网络的前提 就是流进去等于流出来 对于那个端口 很显然我们希望 我如果说他想成其为二端口网络的 就是从这流进去的 等于从这流出来的 对吧 那肯定是这样 从这流出来的是I1 那么从这流进去的是I1一匹 那么它俩得相等才行 它俩能相等吗 在这个一个点 我们用一个KCL 这个I1一匹是等于什么 I1减I 那么我刚才说了 一般情况下来讲 I是不等于零的 OK 所以这个I1一匹 一般情况下来不等于I1 这点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点用一个KCL I2就等于这个I I2一匹等于I加上I2 所以它一般也是不等于I2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满足端口条件 对于它来讲 流进去的不等于流出来的 流进去的不等于流出来的 这个事就有点 讲的这儿就有点麻烦了 你明白吗 就什么意思 对于一个四端网络 就从我们写着网络的那两个字 那么一个功能子电路来讲 这意味着什么 有时候我们能把它看成一个二端口网络 有时候不能 对吧 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它能不能取决于外边连接那些电路 这个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在使用二端口网络 这么一个强大的分析 以及综合工具的时候 是需要实时考虑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进行了 我们不是说综合是很重要的吗 你用二端口网络 通过不同的搭接 串联 并联 集联 等会我们都会讲到 通过不同的搭接 可以构成功能更复杂的电路 但是在你进行这些串联 并联 集联的时候 你需要实时勤服式 务实染尘埃 你每做一个功能搭接的时候 你都要看一看 它还是吗 你的那些方程还能够适用吗 记住这件事 好了 它不是二端口网络 那么结论是这样的 一般来讲 二端口网络的两个端口之间 不能有支路 直接相连 就是这么一个事 一般来讲是不行的 否则可能破坏条件 导致二端口不在城里 接下来我们来讲 一个拓展 这个拓展还需要同学们 接下来要有一个自己的复习和练习 这个复习和练习 我相信是会使你受益很大的 这个事情是一个三端网络 这三端网络是我们见过好多的三端网络 我们一块来复习一下 我们都见过什么样的三端网络 想一想 OK 心 角 对吧 心 角都是三端网络 还有 MOS 对不对 我们第二讲讲的MOS MOS也是一个三端 起码是个原件 一个原件可以看成是一个网络 心 角 MOS 都是我们三端网络 对于这种三端网络来讲 它跟二端口 或者说跟四端网络 有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这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 三端网络 OK 我们看 如果说流进去的 一和二流进去 分别叫I1 I2的话 根据一个广义的KCL 在这转一个圈 那很显然流出来的等于I1加I2 那肯定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设三是公共端 这个公共端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概 我们不是所有的电子电路都要找一个D吗 我们假设这个三 就是一个D的意思 把它人为的掰成两半 这是人为的来掰成两半 那么如果说 某一半是搁在一个网络里面 另一半搁在另一个网络里面 强调一点 虽然我现在把它画成三一片 把它画成三两片了 但是它实际上是连在一块的一点 我为了人为分析 我人为的 为了使得我能够用二端口网络这样的工具来分析它 我人为的 为了我能够用二端口网络这个工具来分析它 把它掰开了 它实际上是一个点 如果说我这么做了的话 我当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用一个广义的KCL 知道它是I1 在这个网络上用一个广义的KCL 知道它是I2 那么很显然 这个东西是可以看成一个二端口的 对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由此我们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这个三端网络是可以看成具有公共端的二端口网络的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我讲的这里实际上是有一点破绽的 有同学能指出来我这个破绽在什么地方吗 我这个讲授跟我在一开始讲授那个四端网络两端各连着一个网络 的是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在讲完那个以后 我们说了一件事 这两个网络之间 万一又连了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会被破坏了 对不对 说了这件事 这个事情 如果说这两个网络之间 此网络之间再连上一个电阻 它会被破坏吗 我在这没有讲 我没有讲 但是我给出一个很强的结论 三端网络是可以看作具有公共端的二端口网络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 就是说连不连 我潜台词就是说连不连是没关系的 连上以后还是能够看成的 那么我就给你布置这么一个 不需要教的这么一个科后复习 你要来给我一种解释 为什么连上以后 刚才那个四端连上以后就不行了 一般来讲就不行了 这个连上以后一定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解释 你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来解释 当然我今天的这堂课程的讲授的知识 可能不完全足以让你能够解释清楚 我们教材里面还有一部分课堂上没讲的 你需要看 你最后是能解释出来的 但是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这个是正确的 从这个结论还可以有一个拓展 我们这是三端网络了 有的元器件 有的元器件除了三端之外 还有更多端 四端 五端 六端 那么一个更为一般化的结论是 N端的一个网络是可以看成 N-1个具有公共端的二端课网络 这个结论也是正确的 但是在咱们本科生的课堂里面 那种东西见的不多 我们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MOS MOS这是输入端 信号的输入端 这边是信号的输出端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看成是一个端口 这个看成是一个端口 那么它虽然是一个三端的元件 或者三端网络 它是可以用二端口对它进行建模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讨论这堂课的重点的内容 二端口的参数和方程 那么我不是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吗 你在列方程之前要琢磨明白列几个方程 对吧 特别强调这件事 我们来看看对于一个二端口来讲 它的端口物理量就是四个 分别是端口一的电压电流和端口二的电压电流 那么你怎么描述呢 你需要几个方程来描述呢 你需要怎样的方程来描述呢 我说几个就是数量的意思 怎样的就是用谁来描述谁的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来回忆一下 这就是一个联想的过程了 对于一端口网络来讲 我这个端口搁在左边 你可能写成U1等于F1I1 或者写成I1等于GU 或者就是用电压来表示电流 或者电流表示电压 肯定就这二端是一样的 肯定倒来倒去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网络来讲 也是类似的 你写成这个或者写成这个 那么从这个你分析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 因为我们在电路课程里 我们是培养工程师的 这工程师有的时候 在你分析的过程中 不是说我们上来就十个方程 一解 Metalab一解 不是这样的 工程师有的时候 这种直觉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这个以后 你大概模模糊糊 就应该有一个想法 对于左边这个东西 和右边这个东西 我把它合在一块 它大概应该是几个方程 这俩是一样的 这俩是一样的 就大概你应该有一个感觉 就应该是两个方程 对吧 好 大概是用两个方程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你想用两个物理量 来描述另外两个物理量 那么我们现在提一个 高中数学的问题了 如果说对于这四个支度量来讲 你想用两个物理量 来描述另外两个物理量的话 有几种方式呢 这不是排列组合吗 几个 C次2吗 对不对 OK C次2就是六个 我们可以用U1U2来表示IEI 这是有非常实际的物理背景的 用电压来表示电流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用电流来表示电压 我们还可以这么来做 用I2U2来表示IEU1 这个是个什么意思 OK 非常好 你看 就是你要习惯 就是这个电路课程一个特点 我们会有好多的公式 出现了好多的符号 你每看到这个符号 每看到这个公式的时候 你要努力的想 它对应的物理是什么 I2U2表示IEU 就是用这个输出端的 来表证输入端 OK 然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不能都讲到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有六种 我们今天更为重点的是分析 千三种 它也是更为实用的 总共六个方程 我们先看第一个 比较详细讨论第一个 用电压来表示电流的 我们管它叫计算数方程 为什么叫计算数方程 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想用电压来表示电流 而且这个网络又是线性的 而且没有独立源的话 它一定能够写成I1等于一个什么东西 乘U1 这是一个数 这是一个数值 加上一个什么东西 乘U2的形式 它一定能写成这样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里是一个G呢 为什么我写一个G不写一个Q呢 为什么 OK 非常好 就是这个意思 我因为这个量纲它是电脑 它这个东西它可能是48 但是你一定知道它是48西门子 这个意思 所以我在这里写了一个G 这也就是我这里是一个G参数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些G1G2这个都无所谓了 那么写成矩阵形式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可以设这个G阵是这样的 大G表示这样一个G阵 这个都是很显然的 线性网络强调了 而且是没有独立源的 这件事刚才有同学有问题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第二次课的时候 第二讲完了以后给大家 第二次作业不是有一个思考题吗 今天要教我还要看一看 就是说你从我们那个立体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有受控源 有电阻的一个网络 哗哗哗等效等效 包括一个独立源 等效成了一个独立源串联一个电阻 对不对 你从这个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呢 这个结论 如果说你刚才问这个问题的话 就说明你那个结论可能是正确的 我说这话有点绕 你真正把那个问题 你那个思考题你真正琢磨了的话 我刚才这个话你是能有反馈的 我们继续进行 接受这个线性的表达式 我现在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我希望对于这么一个二端口 我已经知道是二端口了 我希望用这组方程来表示它 这就意味着什么 我希望对于这个给定的二端口 我求出这四个参数来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求出来有很多种求的方法 比如说你给我这个二端口里面的电路 你把这个电路给我了 那我就算吧 我肯定能算得出来 但是实际情况中有时候不是这样 有时候是需要 人家封好了 人家就是一个芯片封好了 人家就给你接线端 就两个接线端告诉你 这是端口一 这是端口二 你怎么求出来呢 你必须要做实验 你做实验怎么来做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类似于一端口网络 求端口电阻或者电脑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是里面有受控员 里面有现行受控员 加球流或者加流球压 我这个地方也是加压球流 或者加流球压 那我应该是加压球流呢 还是加流球压呢 OK 非常好 能说明白了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计算数是用电压来表示电流的 这个意味着就是说 你那个电压应该是一个侧动方 对吧 是一个自变量的概念 电流应该是一个响应方 是一个音变量的概念 所以我们应该是加电压来求电流 那么我们这个为了简单起见 往往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加一个电压 在这个地方不加电压的话 这是一个电压源 这没有电压源的话 这个实验如果我能做的话 它非常有助于我测量哪些参数呢 往上看这个式子 这个时候U1就是这个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什么 0 那就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我能够测量出这个时候的I1和I2的话 我通过非常简单的式子 就可以知道G1和G2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步实验 我把这个U2至0加一个U1 测量I1 得到一个G1 我们管它叫自电导 就是自己那个端口的电导 那么第一个实验的第二部分呢 就是I2除以这个U1 我们管它叫转移电导 这个转移呢 就是这个端口跟这个端口之间的关系 是电导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电导的量纲 那么类似的 我们做第二个实验 就同样可以得到一个转移电导 可以得到一个自电导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测量手段 你真正拿到一个电路以后 你就可以这么做 有同学对于我讲的这一段有问题吗 这个东西是你总能短得了的吗 你真正做实验的时候 你真敢在这加个电压源 你真敢在这短吗 那可不一定 对不对 那有可能 我们刚发现那个作业就讨论过了 那个独立电压源是有可能 短路会出好多问题 我们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解释 不一定 不一定你都能短 你记住这个疑问 真实说不能短 我已经知道不能短了 怎么办 我们等会儿会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先接受这个 我们假设这都是可以短的 随便短吧 没关系 这样就能测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互翼二短口 那么这个互翼二短口是个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物理本质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如果说有一个电压源加在短口一上 它当然会在短口一上和短口二上各产生一个电流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呢 更感兴趣在短口二上产生的电流 如果说它在电压源加在短口一上 在短口二上的电流是I的话 我把它E过来 E就是交换的意思 我把它interchange过来 交换到短口二上 那么如果说这个电压源不变的话 它在短口一上产生的电流还是I的话 这就是互翼的最本质的定义 把它翼过来了以后 它引起的对策的响应 把这个源翼过来以后 引起的对策响应还不变的话 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一个互翼二短口 或者说互翼网络 我们来看 对于这个图一来讲 这个I就是I2 等于G21乘以U1 也就是G21乘以U 那么对于这个来讲呢 这个I就是I1 这个U就是U2 等于G12乘以U2 G12乘以U2 就是G12乘以U 如果说这两个电流 要想保持一样的话 那么很显然得到一个结论 G12是等于G21 这个结论是 我们通过互翼二短口的定义 通过这个式子 很容易就得到的 那么这个是需要你记住的 我们说电路原理这门课程里 需要你记住的东西不多 这是其中一个 一定要记住 那么很显然 由于这个G12等于G21了 所以这四个参数里面 这俩是一样的 只有三个是独立的 那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这样的 由线性电阻 如果说你这里面全是线性电阻 没有受通源的话 这个网络根据互翼定理 它一定是一个互翼二短口 互翼定理不是我们这学期讲授的内容 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教材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而且还有用互翼定理来证明这段的讨论 你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这个结论是需要你记住的 如果说这个网络里面全是电阻 它一定是一个互翼二短口 那么反过来呢 不一定 就是说也有那些包含受控源的 是一个互翼二短口的 下载我们来算算题了 算算题 就是说对于这个网络来想 对于这个派形连接 或者说这个Delta连接的一个网络来讲 我们给出的全是电导 那么我们希望来求G11 G12 G21 G22 我们就用刚才那种思路来做 就是假设我们这是一个黑箱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就用短路来做 法一 我们管这个叫法一 对吧 把它短路掉 那么现在这个 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KCL KVL的很好的练习呢 这个就体现在这了 把它短路掉了以后 你看短路掉了以后 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电阻嘛 被短路掉 它对于外边就没有贡献了 就把它去掉 现在我们知道G11等于I1比U1 这是什么 它为什么叫自电导 你想想 它就是从这看进去的电导 这那边短路的情况 对不对 I1比U1等于什么 这是个并连 并连就应该怎么着 夹在一块 OK 非常好 一下子能看出来了 等于G1加1 G1加Gb 这个呢 G21等于I2 B上U1 这是一个用什么关系就能知道 U1加在这 也就加在那 对不对 这是一个 什么 关联还是非关联 这是一个非关联 记住 对不对 这是一个欧姆定律 是一个非关联的欧姆定律 就是负的Gb OK 很容易就知道了 接下来我们做反 另一个实验 这它等于0 这接下来是完全类似的 对于它来说 消掉 然后呢 这个G1 2也是加在这个Gb上 一个非关联的欧姆定律 知道了 对于它来讲呢 也是一个自电导 往那看过去 是一个并连 知道 很容易就算出来 那么根据这个计算结果 我们知道 这个G1 12等于G21等于负的Gb 那么从而也验证了 我们刚才这个结论 纯粹由电阻构成的 这个二端口是一个呼吁二端口 验证了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方法 咱就做实验吧 对吧 我们现在有第二种方法 这个方法就属于那种 已经给了你电路拓扑结构以后 拓扑结构和参数以后 你可能更适合采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说 你的G参数的本质是什么 不就是你想用端口的电压 来表征端口的电流吗 不就是这样吗 我如果说知道 这个拓扑结构和参数的话 我不一定要做实验吧 我是不是就根据这个端口电压 电流 KCR KVL 原件件数直接就写出来吗 那是可以的 你想想 如果说我要详写成 I1等于什么乘U1 加上什么乘U2的形式的话 我应该用哪个方程 我应该很直观的想 我就应该用KCR KCR就是什么 这个电流加上这个电流 等于那个电流 加那个电流 一定是这个思路 那么我直观来讲 我就要用KCR 那么你想 我直观来讲用KCR的话 我直观来讲 在这这个节点用一个KCR 这意思就是什么 I1等于这个电流 加这个电流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个电流和这个电流 都能够用U1 U2来表示的话 这事不就完了吗 对吧 能吧 很容易能吧 我们一块来说 I1等于这个电流是什么 U1乘GA 这个电流是什么 非常好 这个电流是U1-U2乘GB 对吧 写出来 反过来 那我这个肯定在这 用个KCR了 肯定是I2等于这个 加这个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U2乘GC 这个呢 OK U2-U1乘GB 这一把就出来了 写两个方程一把就出来了 那你随便整理整理 把U1的归归类 把U2的归归类 这个很容易就写出来了 所以就是 我们说这是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你 依托于这个实验测量 第二种方法 就是我直接上这个电压电流的关系 你通过这两种方法 就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直觉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对于你已经给定电路的这个拓扑结构和参数的来讲 一般来讲 这个方法2会比方法1要容易 我说的一般来讲 也可以传出那种方法1比方法2要容易的这种例子 但是一般都是方法2要容易 除了这个互役之外 我们再讲另一个概念叫做对称 这个对称它的本质的物理意思就是什么 这两个端口交换以后的外特性是一样的 刚才我们说了 什么叫互役呢 就是这个激励在一侧 在二侧的这个电流是I的话 我把同样这个激励换在二侧 它在一侧这个响应还是I 我们管这就叫互役了 役过来嘛 可以相互役嘛 但这个时候呢 更强了 我们并不仅仅感兴趣激励在一的时候 二侧的电流 我们还感兴趣激励在一时候 一侧的电流 就是我们对所有的响应全感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 激励搁在一侧的时候 一侧电流 二侧电流 分别是I一I二 好 我们知道啊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式子 这个时候I一呢 就是这个I一等于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U二是等于零的 所以是 所以是这个 这写的是I二 I二是等于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U二等于零 是G二一U U就是U一 没问题 那么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真是一个对称的话 你把这个激励搁在右侧的话 响应这个和这个 根据这两个式子分别可以写出来 这没问题 那接下来你要说 要谁和谁等啊 什么叫对称呢 就是这个激励搁在这响应是这两个 这个激励搁在这响应这 要谁和谁等才对啊 你就应该这个和这个等 对不对 然后这个和这个等 这才叫对称嘛 这从这看进去的和从这看进去是完全一样的 这才叫对称 对不对 你可不能说是这个和这个等 这个那不是 那是不对 你一定是从激励看进去 那个响应是一样的 OK 如果说有这个想法了的话 那很显然 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I1要等于这个地方I2 都是原侧的这个响应 那么这个地方的I2要等于这个地方I1 就是对侧的响应 那么有了这个分别容易得到G1G2G2G1G2 所以我们说 对称二端口的条件就是这个 休息五分钟吧 我没有了这个回去的地方I1G2G2G3G1G1G2G3G3G1G1G1G2G3G1G2G3G2G3G4G1G1G2G3G1G3G1G3G2G1G3G1G3G1G2G3G2G1G4G4G1G3G3G2G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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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G4G3G4G1G3G1G3G1G3G2G1G3G1G3G2G1G3G1G4G4G1G1G3G1G3G1G2G1G3G1G1G3G1G3G3G2G1G3G4G2G1G4G1G2G1G3G2G2G3G3G2G3G3G3G2G3G3G4